瓦斯噴箱火力全開 超過800度的火焰 燃燒橡木桶25秒 是MIT 臺灣自製威士忌 萃取香味的重要步驟 格馬蘭威士忌選擇 帶有亞熱帶水果風味的酵母 像是香蕉或鳳梨果香 強調臺灣水果王國的特色 經過談話 發酵 蒸餾 到裝瓶等步驟 一週內就能生產完成 我們目前已經賣銷到了超過60個國家 海內外的銷售比大概是1比1 之前的話大概是55跟45 翻轉歐洲才喝威士忌的刻板印象 格馬蘭酒廠產品上市13年 打出臺灣威士忌新藍海 還被日本遊客選為最愛的 臺灣伴手禮之一 臺灣烟酒公司也有威士忌酒 以非冷凝綠工法 保留臺灣水果的天然風味 也色澤多次拿下國際獎項 單一的這一個系列 就做了將近兩億五千萬 今年應該是會超成長 我們總生產目標 預計會達到七七十萬公升 根據美國市調公司分析 全球威士忌年度銷售額 預估二零三一年 直幣一千零八十億美元 吸引傳產龍頭臺素 大手筆蓋廠投入市場 臺素集團預計在臺化紡織廠 興建威士忌酒廠 跨足酒類市場 業者回應已經進入環評階段 酒廠預估占地十八公頃 每年產能達六千萬公升 最快在二零二六年就能開賣 臺灣多強競爭 拼特色更拼技術 強攻全球威士忌 欠益上機 新新聞曹日生 謝宏睿 台北報導 七五年 四十五年 三十九 七五年 二十三 三十五年 六年 四十五年